各位朋友平安 很高兴能够每次在这儿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那今天我们敬拜的时候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种心情 有热心好像不是按着真的知识 所以好像来教会热心不一定是对的 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哇 这个教会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反而更是成为大家的伴教师 成为大家的一个 哇 这个他一来他又做了 哎呦 这伤脑筋 变成伤脑筋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热心不一定是对的 那这个圣经在这里讲说 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有热心 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 那我先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刚刚过了 在一个生理小学里面 在生理面为了所有动物 办了一个各样的才艺的一个技能训练 技能训练 那所有动物都会来参加 那在这个飞行的项目里面 哇 第一次测验 老鹰就得到满分了 一百分没有问题 但是老鹰很可惜 他那个跑步只有三十分而已 那个老鹰跑步只有三十分 那这个老鹰就很伤脑筋 那全轮发展 各方面的这个记忆都应该要进步 所以他就留下来参加补习班 做这个跑步的训练 这老鹰经过了三个月跑步训练之后 哇 你知道吗 真的有进步 从三十分进步到五十分 但是还是不及格 但是经过这三个月的跑步训练之后 老鹰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他的飞行能力降低到六十五分了 因为整个身体的平衡就不对了 他就开始不太会飞了 飞得怪怪的 但是他跑步有比较快了 那跑步比较快又怎样呢 跑还是不及格才五十分而已 但是他飞行能力本来一百分 现在变成六十五分而已 还是会飞 但是就退步很多 在接下来这个老虎 老虎 他的跑步很快就一百分了 很快就一百分了 哇 这个老虎跑得很快了 但是很可惜 他的游泳成绩才三十分而已 这个老虎也很上脑筋 我就留下来参加游泳训练班好了 经过三个月之后 老虎游泳进步了很多 就游得比较快了 这个快要追上那个银鱼了 然后这个 但是也只有五十分而已 但是很奇怪 结果三个月的游泳训练之后 老虎的跑步能力 居然退步了 退步了 因为手脚的机能 好像平衡感就不对了 三个月都是在做这种蛙式训练 这个老虎 我又不是青蛙 经过三个月青蛙的训练之后 他老虎的跑步能力退步到六十分而已 勉强及格 哇 这个是他上脑筋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那个地鼠 哇 这个很转动很厉害的 转动很厉害 哇 他的跑步 这个能力 这个爬行能力也是很快的 加上八十分 八十分 但是他的飞行能力 飞行成绩 零分啊 不太会飞 他就找他的表兄弟 这个飞鼠 叫他怎么怎么展开这个铺 这样子 从这一棵树上滑下这样 经过三个月训练之后 这个老鼠 这个地鼠 飞行成绩进步到十分了 因为飞鼠教他了 进步了有一些进步 但是这个三个月之后 他的打动能力 地鼠的打动能力 居然退步到几乎是零分 因为他的脖都已经忘记 他应该是怎么弄的 怎么弄 结果三个月后 重新的这个森林里面的 所有技能训练 技能成绩 第一名是一只蟑螂 打不死淹不死的 打不死淹不死的 他就说这个怎么游泳 怎么打他 然后他也会飞 而且他一飞 所有裁判都吓死了 都还飞过来 裁判都哇 他变成第一名 就发现一件事情 难道森林里面最厉害是伤染吗 本来老鹰都很厉害了 老虎都很厉害了 只因为他别的地方也要跟别人一样强 一直有一种错觉观念 我很认真的学一些东西 结果各方面都退步了 该游的能力完全失落了 而且他最强的失落了 老鹰飞行能力100分 他的飞行就够了 他偏偏要去学跑步 老虎偏偏偏要去学游泳 今天我们在这个道路里面 学习一些事情 是不是我们的热心出了问题 我们拼命去做的事情出了问题 不知道我们有属于自己的特质 那也一直出了问题 最后 独占熬头是一只长达 那我们这个世代就是这样子 莫名其妙的一个故事 很多人在这一生里面 明明可以很丰富了 到后来 热心的方向错了 以至于生命就成为一个 一塌糊涂的感觉 那我们接下来思想 热心对我们的信仰来讲 而重要性是什么 那我们就来思想 有一件事情叫抢救灵魂 都是我们很清楚的 那最近我们在祷告会里面 也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特别是《启示录十三章》所说的 地上和海上起来的两个兽 这是魔鬼所兴起的 在世代里面的攻击基督徒的 一个是攻击 一个是诱惑 攻击是从军事力量 最近我们看到世代里面 很多对基督徒的屠杀 诱惑很多假先知 他很有很多的能力 圣经说他起来带着所有能力 而且他的样式很像羔羊 敌基督的样式 他起来诱惑很多人 让很多基督徒都走偏了 然后又攻击很多基督徒 让很多基督徒散命了 然后一散命 这都好改教改教 然后诱惑的话 哇 很多人就离开教会 哇 你看有很多很多的神机 圣经讲到 在《奇事十三》上说 到后来兴起了瘦 瘦是没有灵的 所以很多事情对他们来讲 他们不会觉得错 听说姐妹 早期的妈妈都会杀鸡 杀鸡就是鸡头 哪一个妈妈 会被抓起花彦关起来 残忍啊 因为他是瘦啊 鸡也是瘦 没有灵魂 所以我自动感觉就没有 但是一个灵一个人 如果没有灵的话 人对人的杀戮 会觉得是像杀鸡一样 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 所以圣经说 到末后起来 那个兽 是一个兽性 他所做的就是屠杀攻击基督徒 诱惑基督徒 不管屠杀也好 攻击也好 或诱惑也好 只要基督徒离开本位 那就好了 魔鬼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到启示录17章 讲到那龙 龙起来跟高羊的征战 那龙的征战就是什么呢 他龙的征战 就是在最后的时代 联合那同盟的十个国 十个王 十个王 在末后里面 那圣经所说的 那个龙所代表的就是一个 邪影的护人 邪影的护人 奥秘很奇妙的 不是很奇妙 是很特别的 奥秘你要知道 那邪影的护人 就是大灾巴比伦 那从以前的巴别 一直到后来所说的巴比伦 都是一样 当然我们有时候 在位置就是现在的 伊拉克的位置 但我们能了解 现今世代里面 伊斯兰的动作 跟圣经所讲的 其实是完全的 描绘了末后世代的一个观景 那我们今天说抢救灵魂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启示录一开始都讲它的对象 七个教会 有没有 要不要得胜 所以了解喔 请大家注意喔 启示录在这里讲的时候 抢救灵魂 也许我们说 那些作恶的坏人 我们要抢救他们灵魂 各位妹妹 请注意听 抢救灵魂是抢救基督徒 抢救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在辩解 最后的辩解 所以圣经说 这得失的关键在圣徒 所以那时候基督出来的时候 会胜过那魔鬼 但是关键是 万国列邦 属于神的 蒙召的被选择 都要一同得胜 可惜啊 很多人没有得胜 抢救灵魂 请记得我们都不要去说 哇 我们要去抢救那些不信主的 弟兄姐妹 这样说好了 你做对了 你就是在抢救灵魂 因为圣经说的 你是世上的官 世上的言 你会吸引他们来跟你 你会吸引他们 所以你要抢救灵魂 最好的方法是你站的对 而且佛出荣耀 然后那些人就会跟灵 这才是抢救灵魂 这里所说的抢救 你要知道是针对基督徒 因为很多基督徒 会在末后世代里面偏离 偏离 我们恳求主能够了解 圣经文所说 你不要嫉妒那些作恶的人 魔鬼不会去 魔鬼不会去攻击那些作恶的人 魔鬼也不太会去攻击那些不信主的人 你知道吗 而且魔鬼蛮希望他们蛮顺利的 最好再加一点丰富 好让他们的丰富起来 基督徒气得要命 然后嫉妒生气 所以为什么圣经说 你不要嫉妒那些恶人 因为他们将要灭亡 魔鬼最好是不要动他们 魔鬼也不想动他们 希望他们也顺畅也好 因为他们自然就会灭亡 现在魔鬼要勾结的是谁呢 抢的人是谁呢 基督徒 启示录讲的七个教会 就是针对基督徒 今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 知道了吗 知道了吗 因为我们在道路里面一个一个的失落了 一个一个的失落了 我们不但没有办法抢救别人 连自己都失落了 那求主能够保守 今天在我们思想里面 来想 我们要在神面前 不要以为我们在救那些坏人 你今天要做的事情是 让坏人看到你是好见证 来跟随你 OK 那神在这个地方 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 思想 先了解一下 圣经所说的 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当然最后赢到灭亡 一条很大的路 到后来 这些人通通都赢到灭亡 那上个礼拜我们所说的 靠主有力量 心中向往 西安大道的人 也是一条很大的路 这人变为有乎 而且这些人到后来 到西安朝见神 而且立善加立恩善加恩的 各位姐妹 这两条路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直接就说了 西安大道是军队 是军队 是军队 他们是吸引人的 他们所到之处 什么事情都改变 都变成荣耀 变成丰富 吸引人的 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那是什么 那是被吸引的 也就是说 哇世界好荣耀 很多人就跟着世界的脚步走 妥协 跟着趋之若鹜的 哇那边有丰富 那边有丰富 索多玛 等等 一些信主的 某个主恩典 都跑到索多玛去了 那个是被吸引 被世界吸引 西安大道是站出来 吸引万人来跟从主的 是世上的光的 那这两条路是不一样的 你要么就是军队 不要做一个死老百姓 这是军队的用语 死老百姓 跟着走 哪边有好处 哪边跟着走 尼利亚那时候就讲出了神的心性 你如果认识耶和华 敬拜耶和华 请你就转心 如果你念我巴黎是真神 你就跟巴黎嘛 但是你问题出在哪 心持良意 到什么时候啊 好 今天这是第一个思想 我们热心对了吗 第二个思想 合一跟结盟有什么不一样 合一跟结盟 那我们直接说了 合一是不同文化 不同人种 各种不同类型的人 都能够在一起 而且是同样心情 同样的快乐 不同的人可以在一起 结盟是一直找相同的人 同样政党的人 同样归属 喔我们这一群耶 我们这一群在一起 而这结盟在一起 都是互相彼此争斗的 我们这一种 来对你们来打 你们那些 好 我们为了抵抵你们那些 我们这里成为一群 这叫结盟 结盟 你们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 神也提醒我们 哥林多教会 记得 小心要分门解答 每一个人都高抬自己 但是合一 每一个人是破碎自己 不再说自己的文化 不再说自己的立场 不再说自己的专业 我们今天是基督在我们里面 我们求主能够保守 你是在合一里面吗 如果你在合一里面 很好检查 就是你每天都会快乐 因为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三 何等的美 有没有 而这些人 会在神面前 拥有各处来的祝福 而且是神特别的拣选 如同亚伦的拣选一样 如同黑门山的甘露一样 你是特别属于神的 而且神特别祝福你的 这就是合一 那第三个 悟性跟专业知识有什么不同 我们一开始先用专题式的 跟大家来分享 定一个位置 热心 然后定好位置以后 我们再进入捷径式的 那这专题式所说的这三点 你要知道有何不同 有何不同 有何不同 都是一般人所羡慕的 所喜悦的 那悟性是什么呢 悟性是先有感动 然后相信 然后你会看见 果真神做事 然后你就知道 这是神的作为 那什么是专业呢 专业是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相信你的知识 相信你所知道的 然后有点不相信 教会那一套 为什么要听牧师的 为什么要听的 我有我的专业 我有我的经验 通常我们这种人 做事都先会怎样 先会怎样 在我们的行业里面 都是怎样 各位姐妹 这叫专业 跟悟性是不一样的 悟性是在圣灵里面 看见神做工 你就非常笃定的知道 信心是唯一的道路 而且每次走 每次都是丰富 而且每次走 每次都看见神的荣耀 第一堂的时候 威英在讲到的时候 他讲到这样的一个观念 在生命里面的丰富 并不是赚大钱 也不是什么 他慢慢去体会 他从这样的家庭走出来 他体会到了 比如说上个礼拜 卢英之夜 卢英之夜 坐在下面是何人的震撼 他提出来 每一个人在上面 那种丰富 仔细看他们 端详他们 每一个人都是很普通的人物 他们来教会的时候 是那么卑微 是那么害羞 不敢讲话 现在在台上 每一个人那么丰富 但是不是因为表演 而震撼 而是怎样呢 而是他们那么的整齐 他们那么的配合 他们那么顺服 以至于营造出令人 非常震撼的一个升官效果 你知道 哎呀我们要传福音 但是你知道吗 整个会场 多找那种见证 你知道我带好多朋友来 我又把我妈妈带来了 我又把我的谁带来了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被震撼到了 教会怎么那么好 他们都好想来 各位姐妹 传福音是什么 知道吗 传福音是让人看到神的荣耀 然后看到这上面的 全部都是免费的 我化砖 我用我的精神 用我的力量 我表演 用我的时间 用我的专业 用我的时间 用我的体力 没有人标板自己是什么 整个在教会里面 是那么的尊贵 但是教会没有用什么钱 因为没给来 生命就是天上的至宝 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来了解 物性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多重要 那你了解完以后 我们来看 在末后世代里面 这是上次 我们今天也会提出 这是你的机会 你的机会一起来参与 这参与什么呢 各位姐妹 还是一样刚刚她讲 第一个 在感动中 这是你的机会 你要行动 你不行动 讲一大堆理论 还是零分 还是零分 你干脆像老鹰一样 才学游泳好了 那我们在生命里面 我们要让自己更厉害更厉害 但是忘记了 神让你飞翔是有目的的 然后第二个 居然这一群人 不但能够行动 而且动的时候 居然是一千人 同感一灵的合一的行动 震撼了这个城市 就是第三点 真的会震撼这个城市 各位姐姐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时代里面 神给我们的感动 是连成一线的 从这一点 连到九二七 弟兄姐妹 哇 教会又在办一个新的活动了 9月27号 我们要在安平码头 不是 弟兄姐妹 告诉大家 九二七之后 会告诉大家 事情大调啊 我们要从九二七之后 再推动整个台南市 每个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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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250个牧者的联合 那么多年来 我在台南市 认识了二十几个牧师 我一直都不晓得 台南市有250个教会 台南市有130几个教会 台南市有120几个教会 总共252个教会 我从来都不知道 然后在很多动作里面 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復兴最好的方法 不是你要有什么现象 也不是你要说什么知识 復兴最好的方法 也不是方法 是一条路 合一 但250个教会 都能够合一的时候 你要不復兴也很难 因为大家会同心合一 一起动 像这种动作 各位姐妹 我们希望从我们教会 各幕区相同的动作 带出相同的模式跟感动 来感动台南市众教会 所以927的行动 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来思想 然后我们进入到解经室里面 第十章第一节里面所说的 他们像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这个就是所说的 你不是在神面前蹦蹦跳 蹦蹦跳跳 那就是真的是否 好 我们先看保罗怎么说 我原始犹太人 生在基利加的大树 站在这城里面 在加玛列门下 我教育是一等一的 按着我祖宗严谨的律法 受教热心侍奉主 有姐妹 他有很多热心 像你们众人一样 也就是说 我今天要告诉你我的见证 你们如果说 你们做多大多大多大的事情 我告诉你 我做的比你们还多 但是我今天遇见了神 但是我以前这样做 我一直以为我很热心 我做了很多 但是哪知道 我却逼迫了耶稣基督 各位姐妹 保罗先这样说 我以前是这么热心的侍奉 但是我知道我错了 我错了 那我今天就来思想 热心所带给我们的一个 侍奉的一个心结 心结 这心情常常是我们的热心里面 所看到的一个错觉 该隐那时候 因为热心 想要侍奉 想要献祭 想要特别做 做了以后 一肚子火 一侍奉 一肚子火 一肚子火 各位姐妹 在生命里面 我们来到教会是快乐 还是一肚子火 如果我们有这种心结的话 保证天天来教会一肚子火 因为我们教会的人太厉害了 每个人都很厉害 如果看每个人这样子的话 第一 不公平 二 他哪有比我好 第三 牧师根本没什么 第四 我才是表达我想要的 各位姐妹 越热心 来教会越不快乐 各位姐妹 该也就是非常不快乐 非常不快乐 因为他的生命里面 不知道我嫌弃是为了什么 第二 中心娘上的大儿子 他看到小儿子回来 气得要命 这也是一种心结 我一直以来 他跟父亲说 一直以来在家里面坐的是谁啊 热心是我呢 好 我们来看葡萄院的工作 那更是了 那更是了 我从早上就来了 下午才来的 他居然跟我领一样的钱 我做的难道是不对吗 难道我做的不够多吗 好 这种心结 在教会里面 我们来试想 保罗在信主之前 他的心也是如此 我有我的热心点 专业点 还有知识 还有我在受教的过程里面 我是多么多么的忠心 以至于我强力作为里面 却不知道已经逼迫了耶稣基督 好 各位姐妹 今天是一个提出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检讨 我们走对了吗 我们心里走对了吗 耶稣给我们一个比喻 你看到有那个人欠你十块钱 果真他是坏人 不对 但是耶稣说难道你不知道 你一直站在一千万里面的恩典里面 你站在一千万的恩典里面站那么久 看到有人十分的错误 你就那么生气 你就那么生气 大儿子我告诉你 难道你不知道 你这些日子都在享有父亲的荣耀吗 为什么你看到小儿子今天回来 给他摆着宴席 你就那么生气 各位姐妹 不要为有没有杀牛而生气 你今天生命里面每一天的丰富 就是生命的祝福 要感谢 如果你是感谢的话 那你的真理就会慢慢出来了 就会慢慢出来了 因为他们想要立自己的义 只要一标本自己立 你就不想服神的义了 好 我们来看什么意思 一种叫继承的荣耀 如果你荣耀还未成 你通常会谦卑 各位姐妹 如果你的荣耀还没有成就 通常都还会谦卑 扫罗还没有成就荣耀的时候 会谦卑 会谦卑 所罗门还没有荣耀的时候 他会祷告说 神啊我是幼童 我不会自理 我不会自理 所以求你给我智慧 有什么意思 荣耀还未成行之前 通常都会谦卑 彼得还没被耶稣赞美之前 他也是蛮战战兢兢的说 你这是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耶稣说 这是从天后那边指示你的 而且你要像磐石一样 教会要建立在磐石上面 哇 这个荣耀已经形成了 荣耀一形成 他的事情就大了 接下来就是我了 接下来就是我 什么都是我了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好好想 是不是荣耀在你身上已经形成了 以至于你的面子 成为你唯一的一个热心点 法利赛人也好 扫罗也好 后来他做错事情的时候 先知警告他 他还是说 好 我愿意认错 但是还是求你给我面子 那我们来思想 立志解义 有一个解决的方法 你要思想 人的问题出在 一直保护 自我保护 保护什么 隐藏的缺陷 缺陷 如果你能够知道 拔出拆毁 你所建立栽子的 才是有意义的 你要拆毁什么 拆毁自己的面具 神的话就是帮助我们拆毁自己的 神的话是活泼是有功效的 像一把两刃的剑 他能够照你的心思和意念 剥出 剥开 你所有里面的恶念 还有你真正的自私 你知道吗 多玛被剥开的时候 多玛多么的羞愧 主啊主啊 他不敢讲话 他一直是 说出他自己的想法 我除非看见我才相信 他是理性主义者 耶稣那天说 多玛你来 摸我的手 摸我的手 当多玛被剥开心的时候 他战战就吓坏了 各位姐妹 今天我们需要被神 剥开我们心里面的自私跟骄傲 其实我们没什么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 我们所讲的话 我要看见我才相信 理性主义吗 当那天神龙要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的理性主义 就是控告他的一个罪 各位姐妹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好好思想 在我们生命里面 当先知对大卫说 你所犯的罪 你侵吞了别人的太太 就好像抢人家羊羔 人家唯一的 你自己那么多 你抢人家唯一的 养生的 各位姐妹 大卫里面的罪被剥开的时候 他惊慌的害怕 他本来安安稳稳的过他的每天的日子 但是你知道吗 有时候智慧跟恩典 从这个时候才开始 焉一的罪开始 破碎自己开始 撕开自己 撕玛利亚护人 那天耶稣说 你有个账户 现在有的还是不是你的 说出了你里面的问题 那天撕玛利亚护人 完全都释放了 我的问题被你剥开了 各位姐妹 也许我们要学习这样子 把你的面具拿掉 你今天来到教会 就不要浪费在教会 敬拜的这样的一个恩典 不要带着面具来 带着面具回去 你心里面的问题都还在 各位姐妹 好几次 但神感动我的时候 在教会的敬拜里面 我流下的眼泪 不是弟兄姐妹 是我自己 但是我更多的说 我和何等的幸福 能够活在弟兄姐妹的爱里面 也活在神的接纳里面 我算什么 但是我知道 神接纳我 神接纳我 就好像神在 保罗身上所行的 保罗说 因此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我太知道我自己了 求主能够保守 但你愿意 在神面前这样做的时候 神接纳你 神接纳你 但大卫在那个地方 接纳自己不行的时候 接纳自己的缺陷的时候 说我是奉万君之耶和法的名 来跟你征仗 所以他把保罗盔甲拿掉 我走出来 我知道我不行 但是我今天是万君之耶和法的征仗 弟兄姐妹 你的生命会完全不一样的 我求主能够保守 今天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 最后我们跟大家分享 所以在第十节所说 绿华总结就是基督 关键是你要不要相信 完全的相信 你如果愿意完全相信的话 好 那我们看 保罗所说的 就好像这样的故事 雅吉帕王在当时的风风王里面 我说 我故事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意思就是说我相信了 我相信当时呼召我 我这一辈子经过那么多患难 但是我没有一次辩解 没有一次辩解 这是当时对我的呼召 没有一次辩解 就好像打使命一样 现在大马社 后再耶路撒冷和犹大全地 和外邦 我所做的事情 希望有一件事情 我做得对 让他们跟着我 也做得对 回改归向神 没有做大事 不是建造什么荣耀 就是做一件事情 悔改跟更新就够 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的时候做一件事情 就是悔改跟更新 但是大家看到的是舞台 但是你要知道 舞台这些人都在更新 要不然他们不能这样做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 我为什么听你的 但是他们更新了以后 他们彼此合一 这个就是荣耀的一个故事 今天摆在大家面前 是一个活活的见证人 弟兄姐妹 在这个故事里面 神说了 热心要往哪个方向走呢 热心要在这个地方走 不是你身上有心事 是你的道路上要看见心事 你愿不愿意走向这条道路 不是你个人身上 你身上 你所有专业跟认真跟热心 圣经讲得很清楚 有两个方法 两个手段 一个是智慧 一个是劳碌 传道书讲得很清楚 这两个都是真的 而且都会成功 智慧跟劳碌 所营造自己的家产 所买的蒲杯 所建立的葡萄园 各方面都会满足你自己 但是这一切谁知 谁知 圣经说了 到后来竟然是虚空中的虚空 它完全不属于你的 完全不属于你的 因为你全部赚到以后 你有胃溃疡不能吃这些东西 你全部赚到以后 你日日忧心 日日忧心 你没有时间去墾丁吃三神鱼瓶 你没有时间去享受这一切 你不敢 你必须顾守着这一切 日日就是彷徨 最后我还不知道交给谁 交给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把他挥霍掉了 交给我的儿子 我儿子为了这增产 这些财产的增值 兄弟强 这故事在很多人 在这世代里面 总是这样来进行 各位姐妹 神说不 我要做一件新事 你如果走在神的道路里面 你全家一起侍奉 全家一起在神面前丰富 我要让你所走的道路 尽都是跨越变成道路 沙漠变成江河 我们教会今天建立在这个地方 就是跨越变成道路的一个事实 因为我们当时买这块地的时候 所有人都骂我们 浪费钱 现在每个人都说 哦 高牧师你很有眼光 各位姐妹 没有办法骄傲 因为你被骂过一千次 今天有人称赞你 你也没有什么好感觉 只有说 神我感谢你 让我走这条路 所以说求主 在我们的道路里面 神就很说难过 我做那么多新事 连旷野 所有走兽都会称赞我 竟然雅各 你也没有求告我 以色列 你到厌房我 你知道吗 以色列书里面所说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多少时候 诉说自己多忙碌多忙碌 神在呼召我们的 我们一概不理 这是耶和华军队的事实 各位姐妹 上面有多少人 就代表多少人生命的更新 多少人生命的改变 有一个奥秘 神一直在讲 一个奥秘就是合一 基督的奥秘 就是大家同为后世 成为一体 同为后世 基督的后世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奥秘 竟然能够做得到 最小的十几岁 最年长的七十岁 各位姐妹 合二为一站在上面 你看不出哪一个七十几岁 哪一个十几岁 这叫做军队 这叫军队 而且在这军队里面 领受相同的一个使命 这军队 当天下午 我们到台中 这个军队一起受训的时候 每一个人在分享里面 很多人笑得很开怀 很多人流下眼泪 真诚流浪 各位姐妹 这个故事将会是特别的故事 好 那在故事里面 就是我们的挑战 好不好 神说 今天你是站在恩典里面 站在这恩典 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在恩典里面 然后在这恩典里面 你要知道 神所说的 基督让你跟神和好 然后你站在恩典里面 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是更新的 患乱是忍耐 忍耐是脑裂 脑裂是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这些故事都在讲 你在更新 你在更新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把你打倒 你是为主而活的 最后你学习一件事情 一起看 最后一行 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把什么礼物赐给我们 神的爱 神的爱 各位姐妹 昨天在婚礼的时候 我还再讲一次 这个世代 我们常常出现爱的问题不知道 找社工师 找心理师来跟我 我夫妻我不晓得 先生也说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了啊 你要车子我给你车子 我要还子我给你还子 你要什么我都买给你了啊 我哪里不爱你 哪里不爱你 我就觉得你不爱我 你没有陪我 我还不是下班 就尽量陪你了 哪里也不对 太太也没有办法讲出答案 好像她讲的都对啊 你买什么都给我 各位姐妹 很多的问题 我不知道出在哪里 更糟糕的是 太太会承认 她对我非常好 但是我就是不爱她 各位姐妹 问题出在哪里 连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寻找很多的心理师 很早的精神科 来探讨 你的问题在哪里 我知道她很爱我 但是我就觉得她越爱我 我压力越大 她对我越好 我就越痛苦 我就不想跟她在一起 问题出在哪里 连自己都不知道 各位姐妹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很奇妙的答案 好不好 试试看 试试看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要先爱神 先爱神 我们都会自以为我买花给你 我买花给你 但是在两个人交集里面 一是压力 二没有接上线 我爱的又不是这个 你买钻石给我干嘛 你买钻石给我干嘛 我要的是意大利的 又不是这个法国的 当然不是这种意思 当然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 有说我爱的 也不是说你爱我 是你让我快乐 听懂姐妹 当教委很多人 学习这个秘诀以后 先生开始爱神 生命改变 喜乐 喜乐会传染给儿子 喜乐会传染给太太 喜乐会传染给家里面 喜乐会创造神迹 有一天在家里面的气氛 看到先生是多么的爱神 太太是多么的爱神 路是一样的 都不用去解释 还有神迹奇事 天天发生在家里面 还有荣耀发生在家里面 两个一起雀跃不停 在神在家里面 两个人一起赞美 那种调皮喜乐幽默 连小孩都跟上了 听懂姐妹 先爱神看看 先爱神看看 顺服 把神荣耀带到家里面 把神荣耀带到家里面的 每一个音符 每一个快乐 每一个动作 试试看 家庭会完全不一样的 会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的动作会完全一样 姐妹给大家一个护照 我们这是一个 下下礼拜 每一个牧区邀请 那这个我们会在详细的时间 来公布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格子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格子 像第一 所以说第一格就是彼的牧区 第二格就是马可牧区 第三格就是学生 第四格就是约翰 像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编号 每一个区块 每一个牧区都有自己的小区块 每一个小区块里面有16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号码 那比如说第六格 我们看到我画得很清楚 小格 第六格的第一小区块的第二行 第二个 它的编号就是什么呢 第六格 就是六 第一个小区块就是六一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这个大区块叫做六一 六一 然后小区块呢 零六 所以你拿到的名牌号码 就是什么呢 就是6106 那到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我们要让港务局人看到一件事情 他说这是管制区 所以群众不能随便进来 我告诉他说 我们进来五分钟就可以定位 他说哪有可能 不是哪有可能 一般来讲 你要进来八百人 每一个人都能够定位吗 很快吗 我告诉他 我们教会是陆展队 我们教会是军队 不是一盘散沙 我们就散散一载精神 一进去 祷告会完 马上 马上定位 马上很清楚了 我们求主能保守 那一天 我们希望 我们教会再次一个护照 是一个位置 是一个动作 是一个歌唱 是一个全家出动的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全家一起晒太阳 好热 不舒服 有什么好处 各位姐妹 试试看 好处从心里面出来 欢乐从里面出来 生命的意义从里面出来 你会看到不一样 时间很有限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生命里面 下礼拜我不在 下礼拜是我们的传道的分享 我们两位牧师的分享 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故事里面 一起来思想 教会每一个牧者 每一个同工 他们抗护着这样的责任 他们用爱 浇灌在其中 用神所浇灌的爱 放在当中 我们学习一件事情 让神的爱在我们当中 让神的爱浇灌我们 我们会爱因为神 先爱我们 搞清楚这一点 我们生命很容易做得到 所有的喜乐 所有的分享 家庭的喜乐 小孩的教育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我们在这儿求主能够保守 让这故事 在我们生命里面 就是一个新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我们生命知道有限 我们生命知道 并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 但是我们却在里面前 学习 成长 活泼 长大 让每一个点 每一个意念 每一个思想 在神所示给我们生命的故事里面 都是最美丽的 引导我们一下时间 让我们在所有弟兄姐妹 既然来到教会 我们就享受 神在生命的恩高里面 一起成为一个喜乐的故事 成为一个顺畅的一个故事 每一天的日子流畅 每一天的身心灵和平 喜乐 光明 也让我们在教会当中 人跟人之间 彼此的分享 是那么的一个真实 也那么完整的彼此的鼓励 这是我们在里面前 受献上的感恩 我们很欢喜 在教会里面一起生活 献上感恩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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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